大家好,我是林冠英,马来西亚财政部长 我们的副教育部长张远勤,理事也在场 还有我们的深州的行政院,张国祥,行政院 也是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民邦政府的决定在2019年的预算案 在分配拨款出来,当然给这个途中史无前列的第一次 拨款1200万,当然还有华小,还有这个国民兴中学 还有教会学校,当然变成争论的 如果有给拨款,当然是不会成为一个议题 但是成为一个争议的就是针对拉大的破款 从3000万的行政开销,就变成只有500万的发展基金 所以在这方面我已经解释了,主要是两个大原则 第一就是说我们认为说一个政党不应该拥有一个教育的学院 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教育政治化 不能够让政治再参与教育 不然的话,如果是马华的学院能够拿到这里钱 今天是马华,明天警动党也可以实力选 也可以拿到3000万,后天就是公众党,过后就是承信党 又是VSATO,有可能这个武统跟维教党会排队来邀请 所以这个我们要有制度化的改变 如果是能够把这个教育跟这个政治分开,当然是最好 第二,在我们造一项案的时候,我们认为说 我们要确保物有守治,我们给学校的破款要基于发展基金 不是以行政开销 因为如果是以行政开销,你很难去audit的 因为行政是比较主观一点 但是如果是以这个发展基金的话,就比较客观 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结构,整个这个建筑 或者是如果是有大下的话,最少你看到东西 所以从明年开始,我们就把整个制度改变 从行政开销,给发展基金 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因为 所以如果你给发展基金的话,能够提升我们的硬体 这个也是投资在未来 你行政开销那年就完了 这个投资在未来,有一个新的建筑能够维持到给下一代 所以当然在做这个决定过后,有马华在这方面 就说我们是针对马华 而且因为针对马华就减2450万 当然他们没有看到行政跟这个发展基金的分别 另外一点当然是说他们是导致到他们会提高学费 因为这个是针对这个拉大的学生 我刚才有强调说我们是针对整个机构 不应该与政党的这个参与的干涉 如果对拉大的学生在槟城,当我们做瓦座首席部长的时候 他们还能够拿到一千块的赢注金 不是单单这个政府的学校 连拉大的学生也可以拿到 而且同时BPM 拉大的学生也可以申请 所以不是针对拉大的学生 更何况 拉大是属于马华的 而马华的党场有超过二十亿印记 我相信他给得出二千四百五十万 不要忘记 当年马华获得六千四百二十五万的破款 就是2014年 国政政府从六千四百二十万的破款 减到三千万 就是今年减到剩下三千万 减三千四百二十万 马华也没有说要提高学费 反正当我们减二千四百五十万 他就说要提高学费 为什么当国政减的比较多 你就没有说要提高学费 当我们减的比较少 你就要提高学费 所以这个简直是一种用学生 向学生开刀 简直是一种政治抱负 来对着我和希望联门政府 我要告诉马华 如果要向我开刀请便 我愿意接受你任何的攻击 但是我希望马华不要向学生开刀 马华是给得起的 他们的那个资金除息啊 超过五亿八千五百万 但是我们也不要求你 从你的这个除息金啊 马华党长二十亿 两千四百五十万应该不是成为问题 可是如果你还是要玩政治 你要把学生当作是政治武器 向学生开刀 为了要跟我出气的话 财政部会反击的 我们不会让你把学生当作是牺牲品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避财政部 或者是政府出手 为了要捍卫八大学生的意义 不要装模作样说 你没有钱给两千四百五十万 这个这样的讲法是自欺欺人 没有人会相信的 我希望马华能够拿钱出来 两千四百五十万应该不算是个大问题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协助这个制度的改革 让教育属于教育 而以民主化、专业化、而不是政治化 希望达大的学生也能够很精 我们在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 不会忘记你们 我们会继续跟进 同时我们也要看马华 如果是在这方面还要玩政治的话 把你们开刀 我们会一定做出反击 换卫你们的权利 谢谢